各位听懂,各位观众大家好 暑假即将来临,很多人都有旅行的计划 但是很多人都担心一种情况 就是叫高反,又叫高原反应 在网上很多人问我这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有什么症状 我如何预防高原反应 我又如何治疗高原反应 在中国国内旅游的时候 那些中药和中成药治疗高反是否有效 第一个,我当然现在要讨论一下什么是高反 高反,也就是高原反应 是指某人跑到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所出现的一种症状 高反的原因就是当海拔越高的时候 空气越稀薄 也就是说空气里面含的氧的百分比下降 这种情况之下 你每一次吸入的空气里面氧气减少了 你身体里面的氧气也下降了 所以会产生这类的反应 高原反应分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我们叫做急性高山反应 AMS 这是最常见的,也是症状最轻的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我说是最轻 其实他们还是觉得非常难受的 待会我会详细的介绍那些症状 第二种我们叫高原性的肺水肿 叫做HAPE 也就是说它的肺部由于水肿充满了液体 呼吸越来越困难 就有点像人家淹水的那种感觉 这种情况虽然并不是最严重的 但是它往往是造成最多高反死亡的一个原因 第三种是高原的脑水肿 这次水肿并不是在肺部了 而是在脑部 当脑部充满了液体就会压迫脑部神经 这种情况也会致命 也需要马上治疗 一般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在2500米海拔以下旅游的话 不大会出现高原反应 当然还有例外 保证有些听众或者有些观众 他们在比较低的海拔就会出现高原反应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是在2500米左右才会出现高原反应 而如果你去到一个海拔非常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超过3352米以上的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出现高原反应 那么高原反应有哪些症状 刚才我说了高原反应最常见的叫急性高山反应 AMS 这个症状往往是最早出现 而且出现的情况比较快 往往到了高原的地方第一天就出现了这方面的症状 而高原性的肺水肿和脑水肿往往需要2到5天以后才会出现 所以今天我就不具体说高原性肺水肿和脑水肿的症状了 我最主要讨论一下急性高山反应AMS的症状 因为当你有这个症状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能够及早的治疗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预防高原性的肺水肿和脑水肿的产生 急性高山反应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头疼 可能会有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 人疲劳哪怕你休息再好都会感觉疲劳 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你会感觉疲劳 但是哪怕疲劳哪怕躺下了都很难入睡 但是有一种头晕头昏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种症状就是视力变化 就视力变得很模糊 或者视力有严重的偏差 这个可能是一个急性高山反应里面的一种特殊的症状 这种症状有可能是视网膜的血管破例 所以这个也需要马上治疗 那么如何预防高反 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缓慢的上升 就是当你达到了海拔2500米的时候 接下去的行程 你每一天上升的高度不要超过300米 这里我为什么把阴尺和米一起说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具体会在什么地方旅游 如果你在美国旅游的话 他们的标示往往是用阴尺 但是如果你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话 他们有多少米为海拔高度 所以你都要有所了解 第二种预防的方法就是休息 就是到了2500米的时候 不要马上的前行 而是在原地休息一天时间 适应这个高反 或者说如果在那里你无法适应的话 你也来得起马上退回来 接下去你每攀登三天就休息一天 在海拔4267米以上的 那么每上升300米建议休息两天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 是很多登山运动员的使用的方法 就是他们早上的时候 跑到一个目的地 海拔比较高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尽量快速的下来 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睡觉 这样子也可以减少高原反应 也可以让自己更加容易适应这种感觉 在高反出现以后 或者在高反出现以前 千万不要喝酒 我们发现酒精会增加高反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说你是经常喝咖啡喝茶的人 我们建议你们继续喝咖啡喝茶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一下子停下来喝咖啡喝茶的话 很多人会产生一种咖啡因依赖性的头疼 而这个时候你就无法判断 到底是由咖啡因而造成的头疼 还是高反所造成的头疼 所以我们的建议 如果说你一直喝咖啡喝茶的 不要停下来 继续喝咖啡喝茶 但是咖啡因是有利尿的作用的 而如果身体脱水的话 高反的感觉也会加剧 所以我们也说了要多喝水 不要不喝 接下去就是一些预防性的药物 待会我会有具体的一个说明 高反的治疗有这么四种 第一停下来 适应这就是刚才我说说预防性的 你在某个地方待一到两天往往就会适应了 第二个下降 就是到低的海拔地区 一般的症状 如果说下降300米左右的海拔 那个高反基本上就会消失 补充氧气 刚才我说了 高反最主要是在海拔高的地方 氧气比较稀薄 如果能呼吸高浓度的氧气的话 也可以缓解高反的症状 药物同样我带一款具体降 还有一种是高压氧的疗法 在高海拔的时候使用一些便携式的高压氧带 普通人来说 补充氧气就够了 这个是在一种海拔特别高的时候才使用的 或者说专业的登高运动员才使用的 普通人一般不需要 我一般科普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从来不告诉大家到底用什么样的剂量 但是这次是个例外 这些药物都是处方药在美国 但是在登山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药物 所以他们有高反的时候往往是用自己队友 或者说其他人的药物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确定使用的药物和使用药物的剂量是正确的 这是我公布这些剂量的原因 我并不是让你们自己随随便便的去买 你们还是要见自己的医生 还是要让医生开处方 我只是告诉大家在应急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有人给你这些药物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识别的能力 而且这张表格是从美国的CDC的网上下载下来 我翻译成中文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的话 或者英语很好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美国CDC的网站详细的看一下 法律原因 我再说了 这些是处方药物 如果有些人在不遵守医生的嘱咐之下 盲目使用而造成的任何伤害 我不负责人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这些是一些处方药 不要随便乱用 最常用的 针对于高反的药物 叫做乙鲜作安 它可以预防高反 也可以治疗高反 使用的方法是口服 如果是预防的话 是每天两次 每次125毫克 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是超过100公斤的话 那么每次是250毫克 一天两次 对于儿童的话 每12个小时 按照体重是2.5毫克每公斤 最高剂量不要超过125毫克 儿童的概念是16岁以下 那么有些人说这个剂量我怎么把它弄成不规则剂量 比如说这个孩子需要100毫克 这个咨询你的医生 药房里面往往可以把它做成一种农业 以便于儿童服用 但是外面是没有买卖的 关于治疗 如果说已经产生高原反应的 那么统一的每一次250毫克 一天两次 这是最常用的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一个高反药物 第二种是第三米松 第三米松也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 作为预防的话是口服 每6个小时一次 每次两个毫克 或者说每12个小时一次 每次4毫克 儿童不建议用第三米松 因为第三米松是一种激素 用于治疗 它的好处是不但可以口服 也可以静脉和肌肉注射 所以说对于有些人要治疗的时候 他无法口服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于一些严重普通高反的AMS的人 是每6小时一次 每次4毫克 对于脑水肿的一次8毫克 吃完这一次之后 每6个小时一次 每次变成4个毫克 儿童是0.15毫克每公斤 但每一次的剂量不能超过4毫克 比如说按照它的体重 你计算出来 孩子需要吃5毫克的话 对不起 也降低下来 变成4毫克每6个小时一次 接下去这4种 基本上都是针对于高原性肺水肿的 第一种的是销本地瓶 这是一个抗高血压的药物 它可以预防 也可以治疗高原性的肺水肿 如果说是预防 那么每12小时一次 每次30毫克 而销本地瓶 我们一般是用了缓石片SR的 或者说每8个小时一次 每次20毫克 也是一种缓石片 治疗 剂量用法完全一样 接下去一种 是一种呼吸的药物来的 拉美特隆 它也是预防肺水肿的 它往往不是自己单独使用的 往往是和第三名声加在一起使用 或者和其他药物加在一起使用的 它是一种呼吸器 每一天使用两次 每一次使用125毫克 接下去一种叫 西蒂拉菲和塔达拉菲 这两种是同一个类型的药物来的 西蒂拉菲 大家很熟悉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伟格 它这里当然不是用于这方面的 它最主要用于肺水肿的预防 它每8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每次50毫克 塔达拉菲也是口服的 每天两次 每次10毫克 所以这些对高反的各种症状都有帮助 我建议大家 如果去高原地方的话 能把这个打印出来 放在自己的身边 万一需要使用 用不大剂的剂量的话 可以拿出来做一个参考 有的时候也许可以帮到你 乙线作案是最最常用的高反药物来的 但是它是一个处方药 刚才我再善声明 虽然我给了你们的药物 给了你们剂量 我还是希望你们见自己的医生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每一个人在使用的常用药也不一样 最好让自己的医生看一看 三选一下 看你是否适合使用乙线作案 哪些人不能使用的 第一类不能使用的 是对这个东西过敏的人 第二个是已经有肾脏和肝脏疾病的人 当然肝脏和肾脏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 有些是轻度 有些是重度的 如果对轻度的话 有些医生还是会告诉你 可以使用 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方面 我还是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 如果你的肝功能指标和肾功能指标 不是很好的话 那医生帮你分析一下 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一种疾病 叫做代谢性酸中毒的患者 他也不能使用 很多人都有一些常用药物 下面这是一些 我所记得的 我可能找到的 不能和隐线作案一起使用的药物 当然 药物治疗 有些时候都是利弊的衡量 有些时候不得不使用 那么 就要根据医生的判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再一次强调 如果你们想用隐线作案的话 最好问一下医生 比如有些药物 很常用的 二甲酸瓜 很多人把这个药物 用于治疗疼尿病 但是 它是不应该和隐线作案一起使用的 因为这两个药物 一起使用的话 会出现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罕见的 也许你问几万个人 两个药一起使用 都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情况 但是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是一种酸中毒的情况 有可能会致命 那也就是说 不发生的 大家都平安如实 一旦发生的话 就可能有生命之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有些时候 这些药物的冲突 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 而是需要让医生去判断 你是不是适合 一些长线的问题 刚才看完这些之后 有些人说 我在中国西藏旅行 很多人向我推销一些中药和中成药 有用吗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肯定有人会告诉你 我在西藏旅游 我有高反 有人给我吃了这个药 两天之后我好了 没事 这个药是有用的 这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刚才我就说了 在一个地方 你原地待两三天之后 你就会适应 你的高反的症状自然就消失了 哪怕不用药物 第二个 有些人告诉我 这些中成药里面 加入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药物 但是它的剂量不稳定 所以说有些人有用 有些人没用 这个又作为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用了这些中药 又用了刚才我所说的药物的话 就有可能过量 因为它中成药里面 已经混合了一小部分这样的药物 这个药物一起使用的话 就可能变成了一个中毒的剂量 所以我告诉大家 对我来说 我会告诉大家 不要用那些中药和中神药 如果说你一定要用的话 那随你们便 但是不要和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药物 混合在一起使用 要不然的话 你有可能中毒 有可能过量 这是作为一个专业人 是我必须提醒你的 你们下面怎么样评论我不管 但是我必须做好我的本质工作 提醒大家 这是危险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高仿 刚才我所说的预防 什么时候开始吃 高仿的预防药 就要到达高原地区前的24小时服用 如果医生认为你是需要服用的时间更加长一点的话 那么就按医生的嘱咐 普通来说24小时之前 那么到了高原地区的时候 继续服用治疗性的预防性的药物的话 要使用多久 要使用48小时 也就是两天时间 或者你的症状 哪怕用了预防药物 还是出现的话 那么根据医生的嘱咐继续使用 一般的人在同一个地区 同一个海达 两到三天 基本上就可能适应 像说我到了高原反应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我要系这个系这个 是不是有道理 那么我告诉大家 你唯一需要系的就是酒精 不要喝酒 咖啡茶水继续使用 特别是水 刚才我所说的乙仙错安 它是一个利尿药的 它会增加你的小便 而让你身体出现一种短暂性的脱水现象 所以要有足够的水 这是很重要 那么有些人说 你刚才不是说有水肿 再喝水 这是不是矛盾的 水一定要有适量的 而不是拼命大量喝水 但是又不能让自己身体脱水 这个才是关键 关于其他食物没有禁忌 过去怎么样生活的 在高原上面应该也是怎么样生活 那么高原反应到什么程度 我必须要就医 一般的情况之下 高原反应两到三天之后就会消失 如果是说你在同一个地方 待了两到三天 症状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严重的 那么我建议你马上返回 如果症状依然持续的话 要让医生进行检查 另外如果说你的症状出现以下情况 马上就医 一种就是哪怕在休息的时候 不是能觉得泪 而是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 这个有可能是肺水肿的 胸梦胸疼痛也是肺水肿的一个情况 如果行为笨拙协调困难 有些时候像一些患者一样 你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脑水肿刚刚出现的症状 也需要马上就医 或者你脑子模糊了糊涂了 好多东西无法正常思考了 这种情况自己已经不大清楚在做什么了 如果你发现你的队友有这种情况的话 快点把它送到低海拔地区进行治疗 这也是脑水肿的一种情况 言语不清意识下降同样的 好今天我大致就讲到这里 希望我所说的东西解答了大家的疑问 再三强调去高原地区最好做好准备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海拔 是从常见的普通人的情况 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有些人在低海拔的地方都有可能有高原反应 所以往往我告诉大家是 你到海拔略微高的地方 都要做好准备有备无患 第二点就是这些药物再三强调是处方药物来的 如果你想准备高反药物的话 不要在网上购买那些你不法确定来路的药物 最好去见一下医生拿到不确的药物 这样子的乌蛋可以帮助你有些时候 你也还有可能帮助自己的队友 第三点刚才那些药物的伎量我都列出来了 我建议大家打印出来 待在身边万一到某个地方 你出现了思考混乱言语不清的情况 拿出这个东西也许可以好好的帮助你 最后祝大家暑假愉快旅途愉快 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